你好呀 我是小黄瓜 这边呢 是我今天为大家请来的 也没请 他们就莫名其妙自己在这儿的 那个小变态 因为今天的视频 是有点不一样 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现场讲解一下 就是这种 这个是我平时用来 进入大家耳朵 动动的各种各样 大小不一样的工具 然后 同样质感的棒棒 只是大小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时长不一样 进入同一个动动会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所以今天呢 我们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 带着这些好奇的各有想法的小变态们 晚上好 今天如果你是鹅帮棒爱好者 那你又服了 因为这里全是大小不一的棒棒 会从不同的角度 进入你的耳朵 耳朵 现在我要开始 把前面的鞋粉 做一下 这个必须要做足 才能有感觉清楚 我们开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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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轻轻地吃一下 那一般来讲 那个前面要做足的戏 不应该那么短 但是今天的那个主角 不是下次我们有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我们再录那个 前面的戏份 怎么做足的部分 今天的主角不是这一派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但请记住它不能那么短 这真的有点太短了 看一下 今天所用到的所有道具 都是同一种质感的毛毛 我们先从最小的开始 因为这个 我们讨论的范围是它的头部的大小 对不是整体的 整体的没有意义 因为这个 这个 而动 这个动动 我们简直它为动动 这个动动 特别的切 基本上进去一点 就到定位的那种 所以我们治疗 头部部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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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独感受这个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 感觉不出什么区别 我们先拿第二种 比它稍微分满一点 分满一点 但也没有太丰满的 这种恶宝宝 比对一下 你能明显的感觉出 感觉出什么 我们经常会有小伙伴说 瓜瓜真的很细啊 很小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 小有小的好处 小的会喷到的 耳朵里的舒服的点 更清纯一点 也就是说 它虽然小 但是如果点照对了的话 它会 清纯打击 就会 小小的也很舒服 但是 同时要注意的是 因为它小 所以它进入的角度 就很讲究 它不像 比如说像这个大的 它进去 它怎么都能全覆盖 所有敏感点 全部覆盖 因为它够大 像这种猫猫比较小的 它如果进去的角度不对 比如说 我们竖着进去 是不是感觉 很多都没有 就是 双点都没有 覆盖到 那同样 它只要够大 我们竖着 竖着进去 所以 只要够大 不需要什么技术 但是小的话 就比较讲究技术了 感受一下 或许多角度 股红 冷藏 冰 冷藏 适数 来 坐 空 轰 冰 轰 öz 看到大梦有小伙伴说 一大解千丑 倒也不是他的话 这就跟 近耳朵那个感觉一样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点 特别一样 但是别的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打个比方 你手上 比如说这手上 你在这里长了个蚊子块 你会希望这样闹 你不会希望这样闹 你会把不想闹到的点 也都闹到了 所以如果真的很大的话 有必要闹太久 稍微控制一下 进去的时长 我们来个大的试试 逐条 稍微 微 徐でした 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进去虽然感觉耳朵背塞得满满的 堵得丝丝的 但是在耳朵舒服的同时 它带来了一些你并不想要的感受 它不像小的毛毛那么精准 只会发出毛毛的摩擦的声音 它会给你带来一些 你可能目前并不需要的感受 这在耳朵上我们称它为 痛 痛感 耳朵的痛感 只要是你不想要的声音 对你的耳朵来讲都是痛 好 不 它的之中的好处呢 是它拔的时候 如果拔得太快速的话 会有一种突然之间抽离的常然弱势感 有吗 就会有一种本来很充实 但是突然之间 所以要温柔地慢慢地退出 不过有可能你们会比较喜欢那种突然抽离的感觉 那也可以 那就多来几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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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 刚刚我们聊的是 在 绩效跟其他的情况下 这个属于小部分 平时你们能看到的棒棒也都没有那么极端 绝对没有 你们听了那么多个主作和棒棒 小成这样跟大成那样的 你们应该见的不多 那么大部分时候呢 我们会是 这样 这样的尺寸 这个就是圆润 饱满 你们的耳朵痛大概刚刚好 它进去是真正好好的 它不会有压迫感 但是能填满 感受一下刚刚好的 会不会有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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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刚刚好 但是就像我们的生活 所有都刚刚好的东西 它会让你感觉发味 你会觉得 这一切都刚刚好 有一种不出意料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可以加入一些 深深浅浅 快快满满 心情重重的 操作 像刚刚那种很大的 它都没有操作空间 只要进去 转出来就好 太小的 也操作空间很小 还要照尊位置 这种就很好 太大的转不起来 太大的我给你们看 这儿有一个 刚刚给你们看的是 属于大 但是毛毛不多 这个又大 毛毛又多的 它连进去都困难 它在门口就堵住了 然后堵住了 所以它好不容易进去到底 它是转不起来的 它不能照角度 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转不起来 它就算转起来 你也感觉不到 因为太大了 它已经撑住了 那个撑住的感觉 把它转起来的 那个掩盖掉了 这就像在你 比如很疼很疼的 伤口上 有一点点痒 你应该是感觉不到 那个痒 被它遮住了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小伙伴 他的那个喜好不一样 他说我就喜欢太点痛了 我就喜欢这种 不要顾虑我的死活 那么他也就会比较喜欢这种 但有一手眼真的这个不是特别优秀 但大臣这样的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建议缩小一点 还是要缩小一点 大臣那样就 我们还是用这种 大臣在你上海 有什么居民 不一定 有什么善良 有什么善良 大臣 好像多一样 有什么善良 那大家 我 宝贝 你 你看 我 这倒也不是 其实想表达的是 其实小有小的用法 大有大的用法 适中但是找不到什么感觉的 觉得各方面都还可以 就因为还可以 所以找不出哪里可以改进 跟那个的 就都感觉了一下 针对大家的情况 大大小小的 然后呢因为在一个位置来多了 会有点腻 我们可以换一个姿势 不是换一个那个 通道 通道不能换 换一个那个位置 位置 换一个位置 现在位置来到了这里 它在我的生卡切换上就是通道 就是通道 我没说错 就是怕你们 我可以来说 这就是应该来的 这就是应该来的 就是应该来的 因为我来回答 我来说 就在我刚刚很用力用这个赛道慢慢的转的时候 如果时间久了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沉 有一点点过 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在静心中适当的听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耳朵里一直转 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难受了 然后这些奇怪的弹幕是发红包进来的那个 因为希望我听一下 这时候听的就加入气氛 听到什么时候呢 听到 你听到 他说不要听 未知 怎么没人叫我不要听啊 来个人啊 给我个台阶 听到 直到有人叫你不要听为止 这个时候 他既然叫你不要听 好 但是你叫我别听了 你就可以闷攻 从心理上来讲 因为是他发出的请求 所以哪怕过分一点点 但只能一点点 过分一点点 问题也不大 所以我怎么看 所以我跟他说 你发现的 的 我看到弹幕说累了吗 换肥也行 只有这种意识就很好 就是相互服务的意识 就会说换我来动的小伙伴 他就生暗磁道 理论是这样 但现在这个卖在我手里只有我动 怎么办 很开心 我监制是开始 是 好 高 还有 没 那我们把从小到大的再过一遍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温达环节 这期视频话有点多 但是章节一下性质不太用 这期属于教学视频 所以先从最小的开始 然后的稍微有点大 但是还不够了 再到大的真正好好 但是不堵住 能感觉到吗 随着它一点点变大 这个压迫感 包裹感越来越强 再到这个程度 然后是这个 到这里 到这个位置就发现进去已经有点困难了 对 你以为这个玩的满波还有更大的吗 我回来 对 谢谢 是的 对 是 再到最後打得進不去也動不了的 這就是今天其實也沒權用著 因為還有一些細微的差別 比如打折點和打折點 這個差別太細微了 我就沒有給大家驅力了 到現在已經30分鐘過去了 其實還有很多要說 但是提溫吧 經過剛剛那麼仔細的講解 大家以後用厄毛幫的時候 你們可以把這個當成幫女朋友掏耳朵的後續 以後幫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掏耳朵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在彈幕問出來 越大越好還是越硬越好 我感覺你們就聽聲音也能感覺出來 一般來說越大的不會越硬 越硬的不會越大 所以它是沒有選擇的 你比如說這個夠短夠小 它的聽起來就會 是不是 那如果說這個大的 它的毛毛就要柔銳 所以說它不是一個選擇項 而是你使用了那一種就是那一種 好 各有各的好 各有各的好 但是因為它沒有的選擇 你不能說我選擇讓自己是更 用更大的工具還是更硬的 所以就是各有各的好 知道就可以了 你是哪一種 你就是那種好 幫女朋友掏耳朵直切 需不需要先放鬆一下 可以先放鬆一下 畢竟你拿著這個直接就 耳朵就直接捅進去了 會有點怪怪的 但是呢 要看人 有的人他不喜歡 就是華麗火燒的那些過渡 他給的不到 他就希望快一點開始 那也可以沒有看人 就像有時候去採耳 會有一個步驟在臉上 想拔拉兩下 在耳朵外面用雲道刮一刮 那就有的人會不太喜歡在外面的 覺得浪費時間 他就會要求直接開始吧 直接逃 也有 比較尷尬的問題就是 你以為 就是你以為他不喜歡多餘的 這些細分 然後你就直接開始了 但是他其實喜歡的 主要是怕這種問題 幫女朋友的耳朵老是會痛 還怎麼 你問的是 耳朵是嗎 你 你要不要交給專業人士 這個 掏耳朵這個事兒的噴癌也不是說 所有人都 你掏不好要不交給專業人士 只要掏耳朵的話 只要掏耳朵的話 你掏不好就別掏 就別掏 就別噴 你掏耳朵 用這個給女朋友掏耳朵 看你的 如果你手法特別的粗暴的話 特別重手 應該是會 在摩擦中應該會釣一點毛 如果比较温柔或者是那个正常的使用的话 应该不这么掉 你先坚持下那个 他耳朵耳朵比较开能用融化液吗 洗耳也是可以洗的 也是可以 就是要注意清洁就好了 你们问的是彩儿啊 毕竟我刚刚聊的是在麦克风上的运用 你们聊的是彩儿还有一部分聊的可能是另一件事儿 我现在回答任何意见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对 要不我们别提问 问的好 别问了 一天洗五次耳朵会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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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耳朵的话 会有问题 如果是说 一次质量好的 对 质感非常好的 由头到尾 结束 都体验到的话 一两次就够了 如果 对 一两次就够了 就像有些小伙伴他每一次 他质量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 他洗了外面没洗里面 洗了里面有没挺擦干净的的翻覆系 其实他是在用次数去弥补质量 这种情况的话就 感受也不会太好 中间也不是时长 也不是次数 是质量 就是 该霜的点都套到的话 就几分钟也够了 套不到的话 几小时也挺折磨的 好了 我觉得不能再问了 因为 你们想问的 跟我想回答的 还有你们想听到的 但是想回事情 所以 这个 好像 不用再回答 今天的视频也已经将近四十分钟了 感觉是 今年 比较 持久 的一次了 在年底 将这个非常持久 参与人数众多的一次 先给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2023年的陪伴 希望2024年 还有我 在这里 继续给大家 教授这些 你们听了也没什么 调用的 没什么用处的 知识 晚安 晚安 publisher 万个后 魂 女神 魂 一